只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这清晰的话语 嘲笑孤单的自己 我很想你 却一直骗自己 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 多想唱给你 欢迎回来 好 宗益啊 你走了这几天 我们开出了好几个新项目 为了个闲政 抓紧时间开始工作 一切听公司安排 大家都等着你回来接触项目 接下就好了 好了各位 下面是我们本周的工作例会 今天我很开心 开心什么 开心你终于回来了 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样子 更俗气一点的说呢 明天会更好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对陆立成有了更深的了解 是吗 什么了解 它就像一块石头 光明磊落 英雄相惜吗 不过我想陆立成一定不会相信 你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 其实 要不是迈克之前 把我和陆立成放在竞争的位置上 说不定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陆立成 是一个别人值得尊敬的对手 我想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欣赏分很多种 有一些 只局限在工作或学习上面 是很单纯 没有掺杂任何情感的 所以 只是同事的欣赏 好 没事吧 跟我来 跟我来 干什么 你看 这噪音测试机上面 现在显示的是四十五分贝 你信不信 我可以喊到一百分贝 怎么可能啊 别闹了你 篮球一号 我 爱 你 厉害吧 你愿意把网络的交往 延伸到现实中吗 红囡 篮球一号 我 爱 你 不见面 不见面 我不在意 不在意 我愿意 我愿意 很愿意 见面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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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了 我的蓝警一号说要见我了 就在这个周末 真的 细节 我要听每个细节 我 我在阿曼森上问的 要不 我们见个面吧 过了一会儿 他说 好啊 就这个周末 完了 就这样 完了 就这样 你知不知道我鼓起多大的勇气 才可以问他说 要不我们见个面吧 你知不知道 当我问完他之后 我眼睛闭起来 不敢看他 转身背着 好紧张 你知不知道 等我睁开眼睛 看到答案的那一刻 我心跳有多快 他 他同意了 他同意了 我再也不用在网络上 假装是那个陌生的学妹 我也再也不用费心遮掩 我终于可以告诉他 我就是苏玛 苏玛就是我了 你的心跳我报了 这个周末是吗 咱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把他吓跑 记住 要有理有竭 我尽量 可是 可是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解释 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 我就是晚上在网络上 跟他聊天的山路佐德 然后那个山路佐德 就是那个白天 跟他上班的苏玛呢 我建议实话实说 让他看到你的心 妈妈 我真为你高兴 你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 妈妈 我真的好开心啊 我好开心我终于 可以给我喜欢的人 说我喜欢他 而且 我更开心的是 我可以第一时间 本来告诉你这个事情 然后 看到你也为我这么开心 没有多少人 可以十年坚持自己的梦 你做到了 我真的为你骄傲 妈 我好开心啊 妈 我可以跟他见面了 小哥 别哭了 我好开心啊 我好开心啊 妈 我好开心啊 妈 我好开心啊 工作 pandemics cleaned 人 outside 智老师 对不起 终某有事 所以 早啊 早 回来了 早 早 苏曼 你用的家说好特别啊 什么牌子的 没有啊 我怎么觉得 你和刚进公司的时候 怕肉两人呢 怎么了 我藏老子很快啊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是觉得你面带桃花 满面春风的 是不是恋爱了呀 不会是跟我吧 怎么可能跟你啊 怎么就不可能跟我 不能看上你嘛 我怎么 想得美 祝你好 你就做我感觉良好吧 非你强 所以呢我想 把这次陪大客户的这样一趟美差 交给文杰和苏玛 我 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是我 文杰在纽约培训过半年 对当地的商业圈和华人圈都很熟悉 哪个餐厅哪道菜适合华人口味 它都一清二楚 你是这一行里 难得拿了注册会计师 还有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格的人 哇塞 由你们俩陪客户去纽约 是最佳选择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还是历程想得周到 这次的情况是客户突然间提出来的 所以你们的签证和护照 我四月份刚去过美国 护照还在有消息 嗯 苏玛 我中午家里有事 我今天本来想请假的 人员名单已经发给总部了 手续和机票都办好了 这个时候临时换人 时间上来不及 苏玛 如果家里有什么事 最好放到等你出差之后 好 没什么问题 就这么定了 星期五出发 Alex 你那边要缺人手的话 可以到历程那边进 没问题 好 那就定了 散会 还有三天 周六就让我去见识 你有约的繁华吧 也不是没去过 就是啊 这次可不一样 这次可是陪领导去考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将意味着我们拿下这个大客户 又更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 还能在我们头上 记上一大笔 对不对苏玛 我没兴趣 苏玛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不考一个特许金融分析师 而要考一个注册会计师呢 就是 就在会计事务所才需要这么高的资助要求 我随便考考的 没想到歪打正常 真英明 那么多人都是特许金融分析师 对啊 对啊 特别呢 他们也就是说 如果设计到专业领域 你岂不是独占凹头 哎 你们说我是不是也应该去考 哎 行了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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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苏曼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马上就要出差去美国了 全卖国可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 投资部就是这样 整天是是非非的 幸亏我这个孕妇 已经不在这个部门了 你怀孕了 已经三个月了 恭喜你啊 谢谢 苏曼 我为 我以前针对你的一些行为 表示歉意 其实我早就想找机会 正式地感谢你 感谢我 秦川都跟我说了 如果不是你帮他进了会计师事务所 他现在可能都在快餐店当店长了 谢谢你 宋曼 他都跟你说了 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 我不希望办公室的人 知道我跟事务所的关系 明白 苏曼 你这次被外派去美国 可是更上一层楼的好机会啊 怎么大家都说是好机会呢 哎 去总部建高层 投资部谁不想啊 这次这件事呢 你还是要感谢陆立成 如果不是他的吉利推荐 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感谢陆立成 他推荐了我 是啊 你别看少帅平时那么冷漠又高傲的 其实他还是很乐于推荐新人的 苏曼 抓住这次机会 陆立成 就是你在我背后搞的鬼 哎 苏曼 怎么了 哈伦 陆总 陆总 我有事找你开 就按我刚才说的句 知道了 什么事 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还正想问你想怎么样 我 我不想这个周末出差 你不行 我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 我自认为一直对你不错 给你创造机会 让你发展你的才华 可你作为公司的员工 回报我们是什么 难道就是你这样恶劣的态度吗 我也是人 请不要把你认为不错的 所谓的机会强加在我身上 你以为这次机会很容易吗 现在中国市场 是全世界最有活力 最有潜力的市场 这次的大客户 是美国高度重视的 你到了美国之后 见到的都是高层的管理人 你认为这样的机会很容易得到吗 很多员工在卖股工作了一辈子 都不见得有一次 我哪里可待你 对 所以我还得感谢你 不过我的工作安排 把这个机会强加在我身上 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 你自我为中心的人 不要什么都是你以为 你认为就是好的 你这样想 别人可不这么认为 苏玛 我把话放开 外国付你薪水 是让你来做事的 你要是想做 你就好好做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 我随时可以让你离开 不管谁是你的直接上司 出什么事了 苏玛 怎么回事 那我辞职不干可以了吧 对不起 我的组员我来负责 苏玛 别冲动 我们聊聊 我刚到公司 就发现这里是信号最差的地方 手机电脑全都用不上 是一个不受外界干扰 冷静沉思的好地方 你想说什么 就说吧 陆里程给了你一个大好的机会 他不但没有亏待你 反而还对你格外的优待你 可是你没有感谢他 反而还去指责他 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 我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 但是这个周末我约了人呢 很重要的人吗 凭我对你的了解 你应该不是一个 放下工作不管的人 这个人 我等了他十年 我等了这个约会很久 在我心里他比什么都重要 我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 我是那个人的话 我会建议你住这趟宅 如果他把你真正当成朋友了 他一定会为你的钱都去考虑 毕竟这次机会难得 你十年都等了 还在活着等等几天吗 我觉得陆总这次推荐你出山 是对你的欣赏和器重 就像他所说的 公司很多人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这次对你没有恶意 他是善意的 我想 你这次做的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 要不要我帮你去道个歉 你 不用了 我知道了 我会去跟陆总 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 好 好 餐厅没几个人 空位多的是 你别站在这儿挡着我的阳光了 上次就为了看卖谷 现在你已经进了卖谷了 天天在里面上班 也没有必要再打扰别人了 对了 你说你要离职 所以你又来这儿 从这儿远眺卖谷是吧 陆总 我有事找你谈 找我谈 我不是以个人为中心 喜欢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别人身上吗 对不起 之前是我误会您了 是我太盲撞 我希望公司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你真的认为这次出差是个好机会 还是因为 你有什么目的必须留在卖谷 不得不做出委屈求全的决定 不是的 我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 我之前会那么着急 是因为我周末有重要的事 不过现在没关系 我已经解决了 不好意思 喂 是我 我知道怎么了 你干嘛压着声音呢 现在是午饭时间 是你的合法休息时间 就是你有合法的权利 陪朋友聊天和 我跟上司在一起呢 哎呀我一粒米都没有吃 你居然和上司花天酒地 亲亲我我 我都再打给你吧 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打电话用耳机 这样不会漏音 也不会影响别人 你把单买了 没问题我请客 结账 跟她一起关系 不想要走 我怎么会跋成 她说我们安心 对 哎 谢谢啊 不客气 你明天就出差了 是啊 我一去就要去两个月 祝你在美国出差顺利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带给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去何院公寓 何院公寓 那地方不熟 我查一下导航啊 没关系 师父 麻烦你带我回去 好 孙曼 上车吧 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饭吧 你就要去纽约了吗 我想和你谈一下关于工作上的细节问题 嗯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 随便 你决定就好 好 师父 开车 这里的蟹黄豆腐啊 外脆里嫩 香味扑鼻 还有 这个干炒白果 饭后啊 一粒一粒用手拨着吃 是聊天的好伙伴呢 多吃一点 谢谢 我网络上的一个朋友也曾经跟我推荐过这里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大家都是眼光相同 她是我清华的小师妹 我们经常在MAS上聊天 你和她身上都有一种 难得的珍贵 你这是包 还是扁呢 来 喝水 我的那个小师妹个性非常独立 而且人又有趣 现在的女孩子 真的了不得 你们是 男女朋友吗 不是 只是网络上认识的好朋友 但是网络 只是一个认识和聊天的方法 换作是我 如果遇到一个这么聊得来的人 我还真说不定 会爱上她 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 网络毕竟不是现实嘛 而且 没有着急相处 没有柴米油盐 所有的交流都是虚幻的 童话般的 而且 我们不要太相信那种异想的感觉 你也是这么想你的小学妹的吗 没有 我觉得她特别坦诚 我们之间无话不谈 所以不存在级别 纽约那边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 你有几点呢 需要注意 蟹黄豆腐 谢谢 您的菜上急了 来 吃掉吧 也许将来 我可以约我的小师妹一起出来吃饭 你们肯定聊得来 好啊 跟你聊得来的 我应该也聊得来吧 我建议 你把去年的资料先调出来看一看 这对你来说会有帮助 好 马可一向比较喜欢一些制造类的投资 你先把功课做进来 会顺畅很多 慢走啊 好 财神爷来了 财神爷今天不采购 借你的宝地坐一会儿行不行 当然行了 我看你今天情绪不高 要不要陪你聊一会儿 没事 你忙你的 我那边清醒一会儿就行 怎么回事啊 我看你 你不用帮你 我这边也认识我 你会不会 你过来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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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意了 我这边 你不是 我这边 你不想 没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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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了 有心事啊 没心事他能喝成这样吗 有心事喝闷酒闷在肚子里 那怎么行啊 醉得更快 好了好了 别喝了 你开店八都惯了 买东西不能买 喝酒不能喝 李宗盛 你有什么心事不能跟我说 男子涵大丈夫是要在工作上欺负你了 我帮你出这个气 你要是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 你嫂子不也能开导开导你吗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喝酒就喝酒哪来那么多废话 在工作上能欺负我的还没出声呢 立成 别喝了别喝了 是不是在公司跟苏小妹闹什么矛盾了 来 干吗 你给我出来 干什么呀 你呼我走 我不是哄你走 我想让你看看 让你喝成这样的人 是不是住在这附近 是 是 是又怎么样 咱俩都是大老爷们了 打小撒鸟活泥的交情 咱俩从来没有触过谁 没怕过谁 现在怎么了 长大了 有誓言 反而怂了 陆立成 你要是有胆量的话 你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跟那个人说你喜欢他 喜欢他 喜欢他 谁说我喜欢他 我不去 我不去 你不敢当面说出你的心里话 只敢藏在我这个小店里面喝闷酒 陆立成 你可真有出息啊你 你有胆子爱 没胆子说啊你是 行了行了 少说两句吧 没看到立成都难住成这样了 好 能到窗前一下吗 我在楼下的路灯下 如果你生气了 我完全理解 我会安静地离开 那么回来 在这里 不沟暗 就不沟暗 对 不沟暗 你 一 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成 你干嘛呢 你别这样 快点回去吧 别管我了 那今天就管我了 陆立成 你发什么神经呢 要喝回屋里喝去 你这衣服这么贵 临时了你不觉得可惜啊 贵 有多贵啊 可看我的心到底会不会被临时 忙你的去吧 我就在这喝 这风就好 大宁 别理他了 让他自己发点小风去吧 相见 不如不见 既然你不像 那就在视频里看我一眼 哪怕就看一眼 我想让虚拟的网络变成真实 不是虚幻的 也不是意想的 看我的眼睛 黑影中的你 默默不出现意 没什么表情 原来爱的侥幸 写着命运 可惜你的回忆 你还记得我吗 我叫苏曼呢 苏州的苏 芝曼的曼 我爸爸姓苏 我妈妈喜欢种 葡萄喇叭花还有黄瓜 所以给我取名叫曼 回到过往 是谁说勇敢 就不怕不拍的伤 没有那温热的肩膀 未来那么长 我不够勇敢 恍不了你的模样 情人恍不 那些旧时光 是谁说勇敢 就不怕碰碰的伤 没有那温热的肩膀 未来那么长 爱依然存在 恍不了你的模样 我和你美好的旧时光 爱情会过气 只剩下回忆 忘了我爱过你 你却在我的心里 你却在你 你俩 感谢观看